在這個影片裡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呢 它的這個區域啊 其實還蠻硬變的對不對 看起來是很生硬 那這個不用太擔心 其實呢 我們可以讓它做一點點的語化的效果 那我們先把這些全部的區域呢 都把它圈出來 舉例來講這個帽子上面 可能會有一些啦 那這邊的話我們再添加一下 像這個地方 這邊可能會有一點對不對 然後呢 比方說 衣服這裡 這裡會有一點點 然後呢 假設我們這邊 衣服它會有一些些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假設我現在大致上把它圈出來了 那我現在呢 我們要去做一下它的語化的效果 我們去點選一下 Ajudgment Layer Mask 全部點開來 這裡1到7啊 全部都是我們的這一個每個區塊 那相對來講啊 它每個區塊呢 其實它都會有一個叫做什麼 它語化 Mask的語化的部分 所以我們你可以把它展開來呢 按一下F就可以全部都展開來 或是說你把它慢慢的點開也可以 去找一下這一塊 都是一樣意思 好 那我們這 這幾個啊 語化的部分呢 因為我們都可以去輸入一下 比方說我現在給它3 然後去 這一塊 1號的部分 我們先給它3 那這是臉的地方嗎 好 你可以看到呢 這邊的話效果 我可以把這個線先拿掉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邊的地方 欸 就會Smooth多了吧 對不對 所以說我們如果不加的話 就會很可怕喔 一加的話呢 看起來效果就會好多了 OK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透過 好 這些語化的這些功能 好 稍微去加一下 好 那這個你看這手指頭的地方 讓它可以比較樓邊 好 不要讓它這麼硬 但是你加太多的話 它這個效果就會散掉了 所以的話呢 建議同學我們可以個別的 給它 好 添加一下這樣的效果 像這個是 樹的地方對不對 嗯 然後呢這個是應該是帽子的上面 帽子的部分 好 當然啊 這邊是我們剛才加的手啊 這是手的地方 以及衣服的側面 OK 好 再添加下來以後呢 整體的效果呢 就會 好 比剛才更加強 我們再播放一下 OK 好 那就請同學 我們來做 加一下這一個效果的部分 好 我把畫面呢 換給個同學